在刚刚结束的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我们中国的外星人马云马老师和美国的钢铁侠伊隆马斯克 就一些热点的问题有过一个对话 高手过早十分的难得也十分的精彩 原对话有45分钟 我把它分解成三个小视频 跟大家一起赏击一下他们的表现 特别是从说话或者辩论这个角度来看看 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今天这段我们主要看他们的第一个话题 AI 人工智能 对话一开始就很有意思 伊隆马这个开头堪称绝妙 既有巧妙的文字噱头又有可以展开的空间 第一个呢 他上来就把AI跟中国话爱次联系起来 一下子就拉近了跟中国观众的距离 第二个呢 这也有向马老师示好的意思 等于给了这马老师一个旧体发挥的影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马老师啊 有一个非常得意的发明 就是爱上 LQ 就像有那个智商情商一样 在马老师发明了爱上 所以啊 看得出来这个伊隆马是做足了功课的 绝对是个聊天高手 我想呢 这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一个点 用观众和对手熟悉的或感兴趣的东西 引出话题 这次说话高手啊 开始一个新话题是常用的技巧 特别是面对新的观众和新的对手时 我们以后专门找个机会 聊一聊的 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对着咱们马老师是怎么反应的呢 可惜啊 这个相亡有意神女无心啊 马老师不知道是没听出来这是个梗啊 还是故意的 没接他这个茶 他说了什么呢 大家都听得出来这是个调侃 是个幽默 但是这个调侃放在这里实在是不合适 甚至有些不礼貌 所以听到这个呢 这个伊鲁玛稍微有些错额 但是他还是体现了 应有的事实风度 你看呢 尽管这个伊鲁玛心里边老大的别扭 但他还是接了一下马老师的梗 这才叫聊天 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第二点 一个好的聊天 对对方的话有恰当的接应 想象一下如果马老师简单的接一下伊鲁玛 关于爱这个梗 再转到他的调侃 那效果和气氛都会不同 比如他可以说啊 是啊是啊 看来你中文不错哟 对马老师这个幽默本身呢 我也有两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个呢是用错了时候 也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他无视对方的梗 在这个时候说出来 第二点他用错了对象 或者说呢 是用错了场合 你想象一下 如果他是跟那些很熟悉的朋友 商人啊 政客啊 这些在一起吃酒喝饭 这个玩笑 你开出来的时候 肯定会不能满堂菜 这个机灵斗的还是不错的嘛 但是呢 今天是个万众瞩目的世界AI大会 对面偏偏是那个对AI 充满了敬畏 有着很深爱恨情仇的伊鲁玛 伊鲁玛他认为 那个AI的磁力是远超人类的 你马老师说这是阿里巴巴的智能 岂不是不知前高低后 所以我们看到伊鲁玛呀 礼貌的接了 马老师的梗以后 很快就开始给马老师上课 大断的那种 此处省略三分钟 总之呢 这个伊鲁玛呀 滔滔不绝 用了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比喻 告诉马老师一个事实 人工智能要比人聪明得多 可怜着马老师啊 一会晃腿 一会挠头 一会换知识 终于呢 这个伊鲁玛呀 把话说完了 马老师这个转折 还是很不错的 他承认自己 对专业技术不动 这没有什么不好 而且说 说到AI自己想的更多的是生活 这也都没什么错 但是接下来啊 他的一番红论 却让伊鲁玛找到了破绽 I think AI is going to open a new chapter of the society of the world 大家听出来了吗 马老师先来了个断言 我认为 我认为AI将要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而不是外部世界 然后呢 接着他就说 未来非常难预测 历史上人们对未来做的预测呀 99.99%都是错的 这个伊鲁玛呀 反映的真叫快 包括你做的这个预测吗 以此自谋公子自盾 经典战利呀 这里是个小高潮 相信没有几个人看懂过 很明显呢 99.99%这个数据是编出来的 一般人都会被马老师这种自信的口气吓住 聪明一点的呢 会让他给出数据来源 可这伊鲁玛呢 有点坏 他一直把马老师在沟里带着 这马老师竟然没听懂 一边咽咽 一边顺着这个梗继续发挥 结果呢 被伊鲁玛又一顿组合拳 真是精彩呀 大家听懂了伊鲁玛最后那句了吗 他说80%的统计数据 都是假的 这句话还真不是伊鲁玛编的 而是有研究依据的 对于这么明显的挖苦啊 咱们马老师还在那里 弄得伊鲁玛笑得有点失态了 马上又补了伊鲁玛 这马老师没有打理他 继续采取自己的观点 无非就是一句话 我们不怕人工智能 这一块就更有意思了 这马老师用了两个词 college smartness和street smart 来区别自己和伊鲁玛 什么意思啊 说白了就是啊 你们这些害怕AI的都是书单子 我们不怕 因为我们靠的是街头智慧 这还不如直接就说 我是文盲 我怕谁啊 听出他说啥了吗 famous last words 字面翻译是著名的临终遗言 其实呢 这是美国英语中的一个成语 对应于我们中国的一个成语 就是装逼招雷劈 话说啊 美国南北战争中阵亡的最高级军官 他叫约翰·塞奇威克将军 据说这老哥当时在战场上骑着大马 站在高处 大声的对他的士兵喊 怕什么怕 这么远的距离 就是大象他们也打不着 话音刚落 对方的狙击手啊 就一颗子弹打过来 要了他的命 这句著名的话 就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从那以后 人们就把容易很快招致报应的大话 叫做famous last words 我们替马老师得出一个教训 实际上呢 这也成为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收获 不要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 倾下断言 在后边两个人的对话中啊 这种情况有多次出现 我想到时候对两个人的论述方式 做一点点的对比分析 这方面呢 一龙马有着天然的优势 因为实际上啊 这是西方中小学里的一种基本的表达训练 在马老师呢 street smart 没经历过这些 好了 那么我们接着 这后边的三分多钟里啊 是一龙马一个人在进行科普 计算机科学 宇宙进化 文明史 生命科学 哲学 无所不及 西数年来 我把整个视频呢 加了英文字幕 大家可以慢慢欣赏 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整个话题结束时 他们是怎么转换的 一龙马这个大段科普结束以后啊 马老师用了一个字 good 作为借应 并进行话题转换 如果是您呢 在这里有没有更合适 甚至更精彩一点的方法呢 期待你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见